好 今天我们聊一篇刚刚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 David Brooks写的精英统治的失效 那么他是从长春藤联盟开始讲起 长春藤联盟如何打破了美国 这个打破怎么去理解 然后这篇文章他追溯到了 就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 当时这个社会的精英 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优技主义的精英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这篇文章也讲了 为什么精英统治的失败导致了特朗普再次上来 2020的拜登反而他是一个侥幸的胜利 反而特朗普的胜利 他符合当下的这个时代的风貌 Zegist 他讲了这每个社会都有一种社会理想 所谓对优秀人士的描述 比如说中国会讲君子对吧 那么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 所谓的优秀人士就是教养良好的人士 那么这样的人一般是出生在当时的纽约 比如说第五大道 费城郊外的这个mainline所谓的主线 博士顿 登卡山这些精英社交圈 古老的wasp家族 白人 安格鲁萨克逊 Protestant 新教 对吧 这些元素 那么他可能会在一些精英的预科学校接受教育 比如说格勒顿和乔特 然后在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成年 所以说长春藤 所谓的这种名校 当时也是给这个主流的精英圈人士 培养这个孩子的 对吧 那么在那个时候 那些精英家族的孩子 他们并不一定需要非常聪明 或者是勤奋 就能够进哈佛 但是你能够上哈佛 你一般会有一些能够 比较能够跟这个哈佛耶鲁 这些学校的俱乐部 比较搭边的一些特质 比如说你长得很好看 你的运动能力很强 你的举止很优雅 而且还透露着一种 很轻松的感觉 不是那种 搬着的那种优雅 而是一种很随性的优雅 同时你是圣公会教徒 这个Epicopalian 这个教他们的精英很多 白人 这些很有帮助 如果你的父母也在那儿上过学 那么你进这些学校 这精英会更大 然后进入学校之后 学习其实在当时并不是很受重视 那些关心学习的人 被认为是书呆子 Nerd 那么在社交圈中是异类 但是学生为了进入精英社交圈 会产生一些激烈的竞争 比如说你要进普林斯顿的长春藤俱乐部 进耶鲁的库洛会 进哈佛的波塞尔俱乐部 这些俱乐部主要是为这些少数的精英提供人脉 帮助他们能够最后进入顶尖的律师事务所 知名的银行 国务院甚至是白宫 比如说从1901年到1921年 这么20年间 每一位美国的总统都是毕业于哈佛耶鲁 布林斯顿 那么按照这种社会理想生活的人 看中的是优雅的举止 谨慎的判断力和这种领导力 而不是学术成就 这就是特权社会 这是当时的一个特权时代 但是这个现状被打破了 而打破这个现状的是一群大学的管理者 一群校长们 那么当时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哈佛大学 1933年到1953年这么20年的校长 哈佛校长叫扎姆斯·克兰特 James Conant 那么克兰特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他认为美国的民主 正在受到世袭财富贵族的破坏 他认为美国资本主义 正在变成工业封建主义 那么少数的超级富豪家族 掌握了过多的企业权利 当时的一些Robert Barron 什么卡奈基 洛克菲勒等等 那么克兰特作为大学校长 他认为 如果美国是有几个相互通婚的 五月花号家族的后裔领导 那么美国就无法应对20世纪的挑战 于是克兰特和一些大学的 一些工作者就开始废除 这些基于血统的这种录取标准 而是以智力作为标准 所谓的IQ 那么他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 他认为人类最高的品质是智力 而智力这是通过学术成就体现出来的 通过改变这种录取标准 就能够实现托马斯·杰弗逊 当年的一种理想 就是建立在一个由天父决定的 天生贵族阶层 而不是由你的血统决定的贵族 对吧 从而能够在社会的各个阶层 选拔最聪明的人 这个我们应该很熟悉 对吧 科举体制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对吧 打破世家 这个所谓豪族的这种权力的垄断 从社会吸取人才 唐太宗 对吧 其实随朝就已经开始 有这样的一个科举制的雏形了 那么美国这帮校长们 他们改变了当时的格局 那么他们通过这种标准测试 对这些15至18岁在校的 他们的表现进行一个量化 进行一个打分 那么大学就应该成为社会的一个筛选系统 将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分开 那么智力在人群中呢 大体上是随机分布的 对吧 那么按照智力进行筛选 就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广阔的 一个领导阶层 就不是基于血缘的 那么一小帮人 那么智力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富裕家庭 无法通过花钱来提高孩子的成绩 这是当时的一个考虑 所以说克兰特就认为 那么高等教育 至少有一半的功夫 就是用来选择分类和划分学生的 那么通过这种录取标准的改革 克兰特呢 也希望引发一场社会和文化的革命 那么当时教养良好的这种人 尤其是男性 正在随着时代消失 随着gentleman 对吧 gentleman的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我们今天讲的认知经营 cognitive elites 这是新时代的经营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克兰特 他的理想和现实 并不完全符合 因为他首先在那个时代 不敢直接冒犯那些给哈佛 提供捐赠的富裕家庭 所以1951年的时候 他担任校长也有18年了 那么哈佛大学仍然 接受了94%的学员 是来自于之前讲的这些 WASP家族的成员 所谓的legacy applicant 那么当时成绩比较优异的犹太人 就开始大量涌入哈佛 那么哈佛当时还限制了 来自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的一些盛情者的数量 因为这些地方有很多犹太人 在这些大城市 所以当时51年 美国大学依然还是老方法录取 那些白人新教徒富裕家庭的孩子 犹太人反而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头 对吧 但是最终 克兰特他的愿景获得了实现 而且重塑了整个美国人的生活 社会的流动等等 那么如果你能够控制社会流动的瓶颈 那么你就等于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文化 所以你的教育 你的筛选机制 你的录取标准 跟你之后获得的工作 你的收入 你的社会地位 还有你所能够接受的文化 形成了一个流水线 那么这种精英模式的产生 也标志着美国文化 越来越偏我们现在讲的进步主义 那么很多中国的网民会说这是白左 总是非常简单粗暴 我们今天把这个给大家 剖析一下 所以当这个社会的筛选 还有社会的这个被理想化的这个阶层 发生了变化的时候 整个文化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1967年有个社会学家 我们经常讲的Daniel Bell指出 新兴的社会秩序的领导权 正在从知识机构中产生出来 以前都是从这些附加子弟贵族阶层里面出来 那么67年的时候 是从知识机构里面出来 他们他也预见到 社会的声望和社会的地位 将扎根于知识和科学界 所以说父母就能够 这个时候开始培养孩子 尽量的挤入名校 那么家庭生活也会发生变化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美国就形成了两种育儿的模式 如果你是工人阶级 那么父母就会采用 所谓的自然成长育儿法 就放养吧 有一个社会学家Annette Laurel 有一本书叫Unequal Chocult 叫不平等的童年 就做了这个区分 自然成长法 就是让孩子们做 孩子们干做的事情 允许他们四处游道和探索 相比之下 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 就会实行协同培养 Conserted Cotivation 将孩子从一个有监督的 这种技能培养 或者是提升简历的这种活动 里面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不停地去 提升孩子的简历美德 对吧 那么事实证明 这些父母 家庭条件越好的 他越会选择后面这种模式 就疯狂地将孩子磨练成成功的化身 那么中学和小学教育也发生了变化 因为整个社会的筛选机制发生了变化 那么之前有很多课间时间休息 艺术欣赏 手工课 后来也被缩减了 更多的时间是花在标准化的考试 和一些大学的先修课程 那么很多中学生 都要不停地接受这种评估 这个我们很熟悉 对吧 然后评估他们成年的时候 是不是会成为一个聪明人 Smart 所以聪明的学生 就会送进精英的教育环境 这种高压过的环境里面 而笨的学生 在九岁十岁的时候 就意识到 社会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重视自己 这种情况最终会 让他们干脆从学校和社会中消失 那么到了十一年级 高智商的学生 以及父母会 沉浸于大学的入学考试 就好像十八世纪的贵族 评估哪家的家族血统 跟贵重一样 对吧 然后做出这个区分 家里面会对大学做各种区分 比如普林斯顿比康奈尔更好 威廉姆斯学院比科尔比更好 那么大学逐渐又意识到 他们拒绝的人越多 他们的声望也就越高 其中有一些学校 还会吹嘘自己 拒绝了百分之九十几的盛情者 比如说普林斯顿就 百分之九十六的都会被拒掉 只有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的入群率 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你没有大学学位 尤其是名校的学位 就很难找到好工作 那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比如说记者这个行业 还充斥了很多年龄比较大的 工人阶级的记者 而现在所有的新闻业 都是大学毕业生 而且尤其是精英学校的毕业生 那么2018年有个研究发现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这些专职的那些撞稿人 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 就读于美国 前三十四所最顶尖的大学 或者是院校 那么自然杂志 有一个研究调查 律师 艺术家 科学家 商业和政治领袖 各行各业的这些高成就者 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 百分之五十四的人 毕业于这三十四所 经营院校 好 西北大学 有一项报道 它是这个报告 社会学家 李维拉 他研究金融咨询和法律领域的 经营公司如何选择员工 他发现招聘人员 非常看重大学的名声 通常会确定三到五所核心的大学 并在这些大学进行 招聘 比如说哈佛耶鲁 布林斯顿 斯坦福 马神理工 然后再确定五到十五所 其他的学校 比如说阿姆斯特 波莫纳和伯克利 他们更倾向于被动的接受 这些学校的申请 而其他的学生的简历 肯定不会被阅读 如果你不是这十五所学校里面的 好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不是生产出了更优秀的经营 相比于之前的这些贵族家庭的经营 这个科兰特的改革 确实将美国带入了黄金时代 那么旧的白人贵族阶层已经被推翻了 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正在建立起来 这场革命 在某些成果方面是不错的 比如说在过去五十年里面 美国的领导层变得更加聪明和多元化 出现了Vaby Boomer 那个时代的一些人物 比如说希拉里 克林顿 奥巴马 现在摩根大通的CEO Jamie Diamond 还有汉密尔顿 这个创作者 林米兰达 还有现在的交通部长 Pete Buttigieg 以前的住建部长 Hullian Castro 等等 还有现在很多硅谷的CEO 像桑达尔皮茶医 贝索斯等等 这些都是毕业于名校 都是一般家庭出来的 都不是这些白人贵族家庭出来的 那么如今美国社会 要担任很重要的职务 基本上都是要受过很好的教育的 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 有一项研究就测量了 从1960年到2010年期间 美国的人均经济增长 至少有五分之二 的这个比例 是来自于对人才的识别 和分配的改善 就是你进行筛选 把你分到不同岗位 按照你的所谓的优机 进行一个分配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进步 但是呢 美国并没有培养出 相对来说 更加优秀的领导阶层 也没有让社会与精英阶层的关系 更加健康 而且经常你会发现很多名校出来的 他们首选金融这个行业 比如说普林斯顿 大学他们的官方的 非官方的校训就是为国家服务 为人民服务 为人类服务 然而每年大学五分之一的学生 会从事银行咨询 或其他高薪的工作 为人类服务 我们是否可以说 现在的政府 公民生活媒体 金融行业的工作 比20世纪中期更好呢 我们可能会蔑视 那些曾经在这些 精英大学自民得意的 WASP贵族血统 但那个时候 他们有一些 对种族性别方面的观念 我们现在看起来 会非常的守旧 但是他们那个 精英阶层 却促进了 美国当时的进步主义运动 这是20世纪初的 一场重要的运动 罗斯福新政 也是这些旧贵族 引导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马歇尔计划 北约的建立 和战后美国的和平 这都是所谓的 The Great Generation 伟大的一代等等 这些 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 精英统治者上台之后 美国却陷入了 越南战争的泥潭 阿富汗战争的泥潭 这都是在 这个整个精英 发生了 改变之后 就当下的这个 所谓的精英阶层 他们 给美国带来了很多 我们现在觉得是失败的 一些结果 伊拉克的屠杀 08年金融危机 社交媒体的 这个有毒的崛起 以及当下 政治功能失调的时代 那么如今 59%的美国认为 美国正在衰落 69%认为 政治和经济精英 对新级的工作人员 漠不关心 63%的人认为 专家不了解他们的生活 66%的人认为 美国需要一个 强有力的领导者 从富人和权贵手中 夺归国家 简而言之 在当今精英阶层的领导下 人们对体制的信任度 已经跌到了谷底 以至于自2016年以来 已经有三次大批选民 投票支持特朗普 将精英阶层 竖起终止 但是特朗普你要知道 他也是精英学校出来的 你会发现这一次 反而共和党的 这些参选者 他们毕业的学校更精英 你看J.D. Vance 他是耶稣大学毕业的 而这个民主党的 这个副总统Tim Watts 我都不知道 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肯定不是精英学校毕业的 那么特朗普至少是 这个宾夕法尼亚 涡顿商学院出来的 但是哈里斯 好像就是那个传统的黑人学校 霍哈德学校出来 对吧 你就会发现 共和党标榜自己不是精英 要打破精英 但是他们的这个候选人 的学校更加精英 相比于民主党 对吧 就很奇怪 但是可能从文化气质 或者是表达方面 共和党 它更是一种反建制 反精英的一个特征 对吧 好 我们大概讲讲 这个精英阶层 它到底有哪些问题 我们总结六点 第一点就是 整个现在这个体系 它过度的高估了智力的成分 所谓的IQ 这个成分 也是特朗普经常强调的 哈里斯是low IQ 低智商 说自己很高智商 但其实整个优寂 这个体制 你会发现 反而是民主党人 批判的更厉害 共和党人呢 他更强调的是 把这个优寂主义 做到极致 对吧 你会发现一个很调诡的事情 这个优寂 确实让很多没有拿过大学教育 或是大学文批的人 在整个生活过程中 感觉自己在文化上面 变得非主流 变得非常的边缘 尤其是在这种强调智力 强调优寂的这个文化里面 但另外一方面 他会把这个优寂做到极致 他认为所谓的AA 平权运动 是不公平的 对吧 一定要以这个考试成绩 SAT成绩作为标准 不考虑你的家庭背景 考虑你的性别 考虑你的这个种植 对吧 好 第一个就是这个体系高估的治理 我们也讲精英的这个失败 其实我们要重新去思考 这个优寂到底是什么 对吧 这个优寂 有些人说那就是你努力 你成功 你聪明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教育这个系统里面 这个优寂 一般就是指 对你智力进行测试的 那些标准化的考试 对吧 那么这个也来自于 我们刚刚讲的 Conant 詹姆斯·克兰特 他当时的一个设想 进行 标划考试 比如说SAT 比如说ACT 反而不会去阅读你的论文 你看 现在你升级美国学校 这些标划考试 其实都很看重 当然你的这个申请文书 也很重要 对吧 但是如果你的托付成绩 或者SAT成绩 或者加益成绩 很差 那基本上都不会去看你的文书了 对吧 但这里很重要 大量的研究表明 高智商 与学校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以及成年后获得更高的收入 相关性是很高的 比如说范德堡学校 有这样的一个研究 发现12到13岁 SAT成绩 高分 与获得博士学位 和专利数量相关 但是呢 我们也会发现 智力 不像我们想象中的 在人生中 有那么重要的地位 比如说把两个 智力相同的人 放在一起 比较 会发现他们的人生的结果 大相径庭 如果你把智力 作为唯一的衡量包拯 你可能会错过一个人 百分之七八十的这个特质 20世纪 20年代 就很多心理学家 做了一些研究 跟踪调查 比如说 20年代 特曼 Ruiss 特曼 对1500名 高智商的儿童 进行跟踪调查 这些对象 被认为是特曼人 因为这个心理学家 叫特曼 那么这些孩子 在学校中 表现都很优异 最后 1500名儿童 有97个 获得了博士学位 55个 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92个 拿到了法律学位 但是 几十年过去 这群人中 没有出现任何卓越的天才 这些聪明的年轻人 长大后 充实着医生 律师 教授 等受人尊敬的职业 但是没有出现 任何有变革性的人物 改变世界的人 或者是诺贝尔 奖获得者 这些天才儿童 长大后 没有成为天才的成人 所以说 你通过SAT成绩 你测量的是智力 但是并不一定是创造力 同样的研究有很多 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高智商的人 他可能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当他犯了错误的时候 他会比其他人更擅长 为自己的错误 找理由 或是说服自己 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 就是整个体系高估了智力的作用 而我们的录取体系里面 很强调跟智力相关的一些标划考试 当我们讲是美国社会 你说中国社会 那有一些是可以相通 但有些背景却是不一样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学校的成功 与人生的成功并不相同 这个很好理解 而且现在人工智能 已经能够代替 我们比如说对知识的梳理等等 对吧 那么今后你会发现 那种简单的记忆工作 其实并不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你 其他方面的 就是人工智能不能代替的一些技能 第三 就整个游戏被操纵了 这里面有一些不公平的成分在里面 这个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些标划考试是可以准备的 对吧 你有些什么新东方 以前你题目都看不懂 但是你可以通过一些做题的技巧 把题答对 但这个有点极端了 但总体来说 就是这些标划考试 是可以培训出来的 这些能力 它并不能够很好的反映出你今后 有多少精力能成功 但是能够侧面反映出 你家庭有这样的财力 支撑你去做这方面的准备 精英主义呢 本来应该是按照人的天分来区分 按照克兰特他的这个预想 对吧 但事实是 它最终是按照父母的财富来区分人 随着精英主义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发展 那么富裕家庭的 这些父母就会投资于子女 从而在大学录取中获得竞争优势 那么有一个研究表明 就是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 马尔科维茨 他说如果你是收入最高的 1%的家庭中的这个情况 就是把你们家的这个盈余 就财富盈余 就是超过一般的中产家庭花费的部分 用于子女的教育 包括私立学校的学费 课外活动 SAT的预备课程 私人辅导 如果把这些钱都投资到 孩子的这个教育里面 最后呢 他的这个价值 相当于一千万美金或以上的这种遗产 就相当于你 把这些钱投入在子女这方面的教育 在美国社会 相当于多出了一千万美金 OK 但有些可能你投入的钱过多 投入一千万美金 后来得到一千万美金 就抵消掉了 但是一般不会投入到一千万美金 就他的这个产出还是很高的 就是子女能够获得名校的文凭 然后进入这些好的公司 对吧 那么你相当于给孩子 赠予了一千万美金的遗产 就相当于一个财富的转移了 夫人家庭怎样能够把钱花在刀刃上 最后通过这种教育 将他们包装成精英 传递给子女 那么这个体系是可以被操纵的 来自于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的家庭的学生 上长春藤这些名校 的可能性 是那些连收入三万美金或更少的家庭 那就是贫穷家庭的在美国 三万美金是属于贫困线以下的77倍 许多精英学校 从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的家庭 招收的学生 比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六十的家庭的学生还要多 这相当于 百分之一的家庭的孩子 去精英学校 反而比下面百分之六十大部分人 人口集聚的那个 这个人群更多的人要进精英学校 富裕家庭的孩子在每一步都会拥有优势 一个三岁的孩子 如果父母收入超过十万美元 那么他上幼儿园的可能性 是父母收入低于六万美元孩子的两倍 这个幼儿园者是pre school 就是学前的一些教育 对吧 那么到了八年级 富裕家庭的孩子 成绩比贫穷家庭的孩子 要高四个年级就相当于到了八年级 富裕家庭孩子他的成绩 要比那些贫穷家庭孩子要高四个年级 就已经相当于多读了四年 四个年级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些数据表明 申请大学的时候 年收入超过 十一万八千美元的家庭的孩子 在SAT考试中比年收入七万两千美金 至九万美金的孩子高一百七十一分 比年收入低于五万六千美金的家庭的孩子 高出两百六十五分 所以说这个差距是很明显的 这个贫富之间的学术差距 比这个美国当时的Jean Crow时期 白人和黑人学生之间的学术差距还要大 就是这个阶层问题 比这个之前种族导致的这个学术差距还更大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教育平权 不能光看种族了 还要看阶层 好 这个是第三点 这游戏被操纵了 第四点 就是精英统治造就了美国的种姓制度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美国大选 这个教育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分野 你会发现民主党 投民主党越来越是这种受过四年教育的 投共和党的人 人以前教育程度都很高 比民主党还要高 但现在是反过来的 我记得有一个数据 讲的是当时约翰肯尼迪总统上来的时候 那些没有受教育的人 和受教育的人的比例是2比1 就大部分给肯尼迪投票的 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 现在比如说投给拜登的就反过来了 就整个民主党是越来越精英化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美国的种姓制呢 首先就是收入的差别 高中毕业的平均收入 要比上过四年大学教育的 要少100万美元 就是你这一辈子 平均下来 如果你接受了四年本科教育 而且是一般的本科教育 你比那些只是高中生毕业的人 要平均收入 要多100万美金 那么没有四年至大学学位的人 比四年至大学毕业生要少活8年 这个寿命方面也会有差别 那么高中毕业生中 有35%是肥胖 这是obesity 这不是一般的操纵 是肥胖 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 肥胖比例是27% 要少很多 那么高中毕业生还有可能 不会结婚 不会建立家庭 这种传统的家庭 而高中学历的女性 在结婚后 十年内离婚的可能性 是大学学历女性的两倍左右 高中以及高中以下的学历的女性 有近60%的生育 是非婚的 就是婚外生的这个孩子 这一比例 比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 高出了五倍 那么高中学历的女性 阿片类药物死亡女 至少拥有学位 学位学位学士学位的女性 高出了十倍 就从各个社会生活方面 没有拿到本科四年教育的那些人 后面他们的生活 都会出现各种问题 那么最大的差距 就是来自于社会层面 还有一项调查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 近四分之一的中学 或者是以下学历的人 表示没有亲密的朋友 而只有10%的大学 或以上学历的人 表明自己没有亲密的朋友 就是说没有大学学历 就中学学历的 有四分之一的人 说都没有亲密的朋友 而上过大学的一般都会有 只有10%的人 可能没有亲密的朋友 就是你学历不是很高的话 你有较少的可能性 会出现在公共场合 你会有自己的业余爱好的团体 会加入所谓的体育联盟 对吧 你也不太可能邀请朋友和家人 来家里面做客 而精英的这种高等教育的优势 会代代相传 那么富裕的家庭 也会相互联姻 对吧 把自己的优势传给子女 子女就会进名牌大学 跟自己条件相当的人结婚 正如这些种性社会一样 这种隔离是对这些隔离者 是有利的 这个不仅涉及财富 还涉及地位和尊重 那么整个精英制度 就是一个隔离系统 把你的家庭隔离到一个高档的学区 如果你是俄亥俄州的学生代表 发表了毕业演讲 那你就不会去俄亥俄的州立大学 而是要去沿海的这些精英学校 那你都是聪明有钱的孩子 那么其实这种教育隔离 跟种族隔离 它是消不重叠的 而且加剧了种族的隔离 比如说在美国 黑人约占人口的14% 在普林斯顿大学 这个比例还算高的 黑人学生新生占9% 就低于14% 但是也不是很低 但是在有些学校就很低了 像阿姆斯特学院是3% 塔夫斯学院是4.7% 如果说平权法案还在的话 那么这个比例会稍微上升一点 给黑人更多的入居优势 但后来我们知道 最高法院终止了平权法案 那么麻省理工的新生里面 黑人的比例从15% 这个15%就已经约等于 黑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了 现在下降到了5% 因为你要按照这个成绩来的话 那黑人进来的比例就会下降很多 从15%到5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其实民主党或是左派 倡导的这个平权 但你要是不考虑华裔亚裔 那你会觉得这个其实是更能够反映 这个人口比重的对吧 但现在的格局就是最高法院 已经把这个平权法案给 给strike down了 所以现在是按照成绩来 那么在过去的50年左右 认知精英阶层 我们讲这类精英不是传统的血缘上的这种贵族 对吧而是通过考试 通过学校筛选出来的 就是认知精英阶层 一直在退出 与美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互动 就大家越来越只跟自己在一个阶层人互动 比如说哈佛大学一个社会学家 Scottspo指出 自1974年左右以来 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开始离开 可能与非受教育阶层人接触的这些组织 比如说一些 就是说你加入这些组织 你可以跟不同阶层人 可以打成一片 对吧 比如说司机 这个基瓦尼斯俱乐部 这些我都很少听说过 这可能是老一辈的人 70年代60年代 这种不同阶层能混在一起的这些俱乐部 而更多的加入了收过大学高等教育 同阶层人士主导的团体 比如说这些Sierra俱乐部 这都是至少进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学位的时候 你才可能去参加的俱乐部 还有ACLU等等 这些都是高知的俱乐部 对吧 好 第五点 就是精英主义损害了美国精英的心理 他们的心理状态 出现了问题 精英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外在的奖励体系 他的那些把关者 包括教育工作者 企业招聘人员 职场主管 对年轻人施加了一系列的评估 也设定了一些障碍 这些学生们就会被训练成 优秀的这些跨越障碍的 这些参赛者 所以 一个人在体系里面 童年 青少年时期 你就要生活在一个精心设计的 一个有条件性的一个环境里面 你的接受系统给你的爱和关注是有条件的 学生们呢 也学会了家喻情绪的过散车 今天呢 获得的成功 跨越了障碍 就欢呼雀跃 明天呢 又因为失败而沮丧 这导致了一种存在主义的脆弱性 如果你不能按照别人的标准 不断的成功的话 你的自我价值体系就会崩溃 有些年轻人不堪重负 已经变得工具化了 如何让我成功 这是每天都思考的问题 而关于那些意义的 关于目标 目的 更深层次的问题 会派出在外 比如说 我如何成为一个慷慨的人 我如何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我如何培养良好的品格 对精英的心理层次 所谓的优秀的绵羊 或者是 这种 按照列宁的说法 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 软弱性 第六 精英主义会引发明粹主义的强烈反弹 导致社会分裂 教师他会对聪明的学生 会更加关注 有很多研究表明 这些教师会对这些孩子 聪明的孩子 微笑点头 给他们更多的反馈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提问 而那些 表现得不怎么聪明的孩子 老师 看着就烦 对吧 那些从小 就被视为聪明的学生 可能会去私立学校 私立大学 甚至每年每个学生花费 高达35万美元 而那些不受重视 很快就意识到自己 不适合学习的 他们可能会去社区学校 社区学校每年 每个学生的花费 可能只有17000美元 这个教育的投入 都不一样了 成年后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和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 从事着不同的职业 住在不同的社区 拥有不同的文化 和社会价值观 那么许多的精英 很多在这个竞争中失败的人 就是没有去大学的人 就开始对整个制度 或是整个制度所提升的那些人 充满了鄙视 这也重塑了整个国家的政治 可以看到这个红色和蓝色的分布 对吧 所以你去看今年的大选 最重要的反而不是性别 你会发现特朗普在性别层次并没有明显的就是男性投特朗普 要比2020年2016年有多大的变化 更大的变化主要是教育程度 我这有个图 可能没机会给大家看 你会发现 从200年到现在 民主党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受过更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倾向于投民主党 这个票站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 共和党是反过来的 除了2008年 奥巴马上来 奥巴马他获得了票 既有这些工人阶级的 没有上过大学的 也有上过大学的 这是唯一的一个不一样 等你发现除了奥巴马 2008年 从200年到2024年整个趋势 就是这个教育的分野 那么这张的分歧就是教育的分歧了 当我们说了1960年的时候 约翰肯尼迪他是以2比1 输掉了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投票 就相当于白人受过教育的只占三分之一 没受过教育占三分之二 所以约翰肯尼迪是靠工人阶级支持 登上了白宫 这是当时的民主党 而2020年拜登 拜登还是工人形象 出生在斯科兰顿 出生在一个工人阶级 比较密集的 这个宾州的东部 对吧 东北部 他是反过来的 他是以2比1的比例 输掉了白人工人的选票 靠的是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 支持上白宫 那么信息时代 而经济未受过教育的人 那些城市精英带来了权利和财富 与此同时 民粹主义的领导人也崛起了 团结那些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选民 不仅有美国的特朗普 还有法国的勒庞 匈牙利的奥尔班 土耳其的阿尔多安 维利瑞拉的马杜罗 这些国家的这些强人 他们清一色的 吸引没有受过教育的 或者是受过教育程度比较低的选民 这些领导人明白 工人阶级 对那些拥有高学历 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专业阶层 比对亿万富翁 房地产大亨 或者富商更加反感 他们反感的反而不是那些 经济上的财富上的经营 他们更反对的是那些 专业领域的经营 对吧 那些后来崛起的经营 世界各地的民粹主引导人 喜欢粗俗的 夸张的 粗暴的概括和赤裸裸的一些谎言 他们目的是 为了告诉受过教育的阶层 去死吧 去死吧 你们所依赖的认知体系 不会受到大家的赞许 对吧 那么当收入 当一个社会里面 收入水平 是社会最重要的划分标准的时候 那么政治的核心 就是如何去划分 或是分配财富 就比如说罗斯福新政期间 美国的这个 对富豪的这个税收是很高的 那么总体上 它是一个福利社会 对吧 相对来说 比任何其他时期都 强调财富的再分配 但是当这个社会 它不是以财富 作为最重要的划分标准 反而是以教育程度 而分化的时候 我们讲的认知精英的时代 新经济时代 专业人士 获得了财富 获得了名望的时代 那么政治就变成了 关于价值观和文化的战争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 这次选举 当然通货膨胀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吧 这是收入方面的 升级方面 但是呢 这个文化方面 价值观方面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争夺点 对吧 那么很大的原因就是教育 现在成为了 美国政治生活中的 一个巨大的分野 文化 价值观方面不一样 对吧 在各个国家 人们因为教育程度不同 而在移民问题 性别问题 宗教在公共场合中的作用 国家主权 多样性 以及是否应该相信 专家推荐的疫苗 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那么随着工人阶级 选民右转 进步主义 成为了精英阶层的入场券 举一个例子 哈佛的这个校刊 Harvard Crimson 上面的文章 从2001年到2023年 你会发现 这些文章越来越进步主义了 这个进步了三倍半 按照进步主义的一个量化的话 那么2023年 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学校 哈佛大学 65%的人 被认为是很进步 或者是非常进步的 在国内 被认为是所谓的白左 就哈佛大学 65%的人都是白左 或者是非常白左 所以当年 哈佛大学的校长 克兰特和他的同事 梦想是建立一个 阶层能够混合 社会相对和谐的世界 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等级森严 文化政治 战争无处不在的世界 克兰特梦想着一个 由美国杰出的 领袖统治美国 但最终 美国迎来了特朗普 好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 你会发现 大家为什么对 这些认知精英 受过教育的人 从一般的家庭 爬出来的这些人的反感 比之前在白人主导的 这些五月花号 那些比较富有的 家庭出来的这些孩子 反而更反感 这也许是因为 你们的这个社会距离越近 反而你会觉得 这种对对方的厌恶感会更强 反而你们之前 就是不同阶层的话 你是贵族 我跟你不一样 那贵族自然就会 更加gentleman 对吧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这些贵族反而是大家 瞻仰的对象 但是到了现在 这些专业人是 从大学年出来的 有很高的学历 反而 他们可能对待这些 普通民众 或者是工人阶层 就没有那么多贵族的那种 那种绅士的份 可能他们会觉得 自己的成功是 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 他会认为努力 是自己的成功的秘诀 而当年那些贵族精英 可能他就是天生的贵族 对吧 他就觉得自己 就是血统 就是很高贵的 那可能他 在社会生活中 跟一般人的 这个社会距离会更远 这个社会距离越远的话 可能一般民众 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感 反而会有一种 瞻仰的感觉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底线吧 底线思维 但更多也就是人要 就现在的精英 应该更多的反思一下 这个merit 这个优积 不应该仅看智力 不应该仅看成绩 不应该仅看大学里面 这个筛选系统 而应该加入更多的 这些标准 去humanize merit 对吧 好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 看看大家的评论吧